好民众到桃園机场看到装置艺术不知道有没有被吓到 有人就说有些装置艺术邓大爷模样好吓人 还有造型太突兀站在路边好像随时要冲出来 让路过的民众差点被吓到 桃園机场一起行站外的草皮上 这一个一个东西其实是装置艺术 有的在树丛中有的在马路旁 装设的目的当然是要美化环境 但是路过的民众却说时常被吓到 有时候会经过坐车的时候看到会吓掉 就是很突兀啊就是整个不协调 原因就在这仔细看看这个稻草人 用盆栽组合而成 头戴斗粒一双眼睛瞪的大大的模样朝下人 还有这一个仿造海绵宝宝的装置艺术 身体用铁网组成主力在草丛中造型突兀 开着车子走一趟右边一个左边一个 不知道的民众还以为是有人突然冲出路边 实在是吓很大 晚上可能会以为是动物直接要冲出来 也会造成危险 效果并不会很大 惊吓的效果比较多 实际打电话到桃园机场询问 装置艺术打哪来 机场却一问三不知 还反问装置艺术装在哪里 这东西长这样 民众频频被惊吓 这样的装置艺术还能称为有美化作用吗 中间新闻黄竹华 简婉如桃园采访报导